北京环球度假区冬季假日都有什么 北京环球度假区冬日上新了 想知道有什么新鲜的玩法吗 快跟索我们的角度去看看吧 从12月3日至明年的1月8日 是北京环球度假区冬日体验时间 在这里增加了许多节日装束 气温降低 但花车许多的热闹氛围也丝毫不减 我觉得北京环球度假区 还是晚上最有冬日的氛围 跟白天相比 晚上的气氛更浓厚一些 每当夜幕降临 从下午17点开始 每隔半小时 游客还能欣赏到这里的特别演出 配上温馨的节日音乐 小伙伴们还可以在好莱坞景区的大道上 感受人工降雪 北京环球度假区冬日商品上新了 走我们去看看这有什么 除了装饰 园区还推出了上百款冬季新潮商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小黄尔乐园 还能购买到活力满满的运动周边产品 装复熊猫系列也有新品哦 不仅如此 北京环球度假区的两家酒店 也有特别体验 环球影城大酒店和诺金度假酒店 也到处流露着满满的冬季假日气息 小伙伴们记得打卡哦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在我面前的三款饮品中 有两款是环球影城大酒店 红龙酒吧里的冬日隐藏饮品 是在这个菜单上没有的 需要您来向服务员询问 才可以解锁的 到底是哪两款饮品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下一期我们将为您介绍 北京环球度假区都上了哪些冬季特别美食